堂弟往我的饮料里放了大量洗衣粉 那天晚上我呕吐发热 连夜进医院洗胃 结果 我奶奶只是轻疗淡血的依据 我堂弟还只是个孩子 反正洗衣粉也吃不死人 我被他们的所作为为气笑了 生在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 反抗已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两个月前 我爸妈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那一天 我抱着我妈的大腿 哭得泪流满面 求她不要走 我妈只是面无表情地给了我一句忠告 苏眠 你爸以后肯定会二婚 你一定要小心你的后妈 这世上 后妈没一个好人 放下话 我妈凉薄地推开了我的手 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边哭 一边追着喊她 但她越走越快 直到我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 我的抚养全归我爸 但是 我爸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管我 记得有我这个女儿的时候 会放200块伙食费在家里 不记得我的时候 我可能连续一两天 全靠一个白馒头冲击 每次肚子饿得咕咕叫 我只能不停地吞咽口水 忍耐饥饿 直到我爸提议 让我奶奶暂时过来照顾我 我本以为我的好日子来了 却没想到 比没了妈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第二天 我奶奶和我大伯家的堂弟 就住进了我家 我大伯夫妇工作很忙 堂弟一直寄养在我奶奶身边 以前 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 我见过这个 比我小五六岁的堂弟 印象里 他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屁孩 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第一次出场 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刚到我家的第一个晚上 堂弟敲响了我的房门 一脸纯真可爱 姐姐 这瓶饮料送给你喝 我已经帮你打开了 我瞟了一眼 是一瓶无糖气泡水 但是汽水颜色有点浑浊 姐姐 你尝一尝嘛 这个味的汽水 很好喝 堂弟见我迟疑 连忙催促道 看着堂弟灿烂的笑脸 我不宜有他 放心地喝了一大口 饮料一入口 我就察觉到不对劲 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充斥了口腔 混合了口水后 甚至在舌头上打出了泡沫 我连忙捂着嘴 一边呕吐 一边跑进厕所催吐 下一刻 我堂弟就站在厕所门口 捧腹大笑起来 哈哈你个笨蛋 中计了吧 我在里面放了大量的洗衣粉 笑死了 他笑得像是一个恶魔 何方才那个天真的孩子 完全判若两人 我对他不设防 他就对我耍阴招 我快速竖了口 一把抓过我堂弟的领子 熊孩子 你的恶作剧有点过分了 堂弟被我揪住 年龄差距 一时挣脱不开我 连忙朝着外面大喊大叫 奶奶 快来救我 苏梅要杀我 奶奶 呜呜 我发誓 我只是揪住了他的衣领 其他的地方 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 奶奶从客厅纹身而来 一进门 不由分说的扬起手 啪的一声 给了我一耳光 你就这么容不下你堂弟吗 以大欺小 该打 脸颊猝不及防的疼痛感 促使我松开了堂弟 捂着红肿的脸 憋了一肚子的委屈 奶奶 苏和往我的饮料里 捣了洗衣服 是他想害我 苏和连忙扑进我奶奶怀里 扬装害怕的涩缩了一下 奶奶 我好怕 听一言 我奶奶对苏和 更是心疼得不得了 像是母鸡户小鸡似的 搂住他 没好气的朝我骂道 那还不是你傻 洗衣粉都喝不出来 再说 洗衣粉也吃不死人 你和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丢下话 我奶奶搂着苏和回房去了 不过几分钟 苏和去而复返 从我房间门口探出头 朝我露出一个恶劣的鬼脸 压低声音的嚷道 你给我小心点 这次是洗衣粉 下次我就请你喝我的尿 我愤愤不平的捏了捏拳 那天夜里 因为肚子痛 我跑了十几趟厕所 甚至在半夜 我发烧到了四十度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我爬起来去找我奶奶 想让她带我去医院 大晚上的吵什么 明天再说 奶奶完全不为所动 翻了个身 帮我堂地盖好被子 又继续睡去 幸好后半夜 我爸回来了 把我送进了医院 连夜进行洗胃 才把我半条命 从鬼门关拉回来 我躺在病床上 一张小脸雪白 当时的我也就是十二岁的年纪 还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委屈的双眼含泪 爸 我不想奶奶照顾我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你奶奶能来照顾你 已经很辛苦了 你就不要再闹别扭了 知足吧 我爸在医院一晚上没有休息 此时已经很烦躁 可是堂地他 我扁住嘴 还想再说 直接被我爸打断了 他比你想那么多 他还能欺负你 那天出院以后 我想过找我妈求助 在放学路上 我特意拿省下来的早饭钱 在公共电话亭 给我妈打电话 第一次电话接通了 我才刚往那边喊了一句 妈 我是苏眠 通话直接被对方挂断了 第二次 第三次 都是显示对方在忙 无人接听 直到几天后 我不甘心地 换了一个公共电话亭打过去 话筒那端机械的拟音 提示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停机 像是在嘲笑我的可怜 我妈还真是狠心 离婚了 还是个孩子的我 只能被迫接受 继续和奶奶 堂弟一起生活 我的忍气吞声 并没有换来生活的风平浪静 在我奶奶的包庇下 堂弟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甚至 我发现他有脱窥皮 我们家卫生间的门一直是坏的 只能戴上 但是门上不了锁 有一次 我刚准备洗澡 外套和牛仔裤已经脱了 全身上下 只剩下贴身的布料了 隐约听到背后有声响 我回头看过去 正好从卫生间拉开的门缝中 对上我堂弟打亮的视线 我吓坏了 顾不得惊恐 眼急手快地拿过旁边的水瓢 朝着卫生间的大门砸过去 我堂弟被砸中额头 吃痛的叫铃声 门东的关紧 他捂着头 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我心有余悸 匆匆忙忙穿上衣服 走出去找了一圈 家里哪里还有我堂弟的身影 在这之前 他把我的白裙子 倒了一大片根本洗不掉的墨水 把我第二天要交的作业本 撕成一条条的碎片 把我最心爱的娃娃 分尸成七八块 我都可以忍 但这一次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一张脸器的帐红 奶奶 你真的要好好管一管苏和了 你知道他刚才都做了什么吗 我奶奶靠在躺椅上 正懒洋洋地晒太阳 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 他还是个孩子 你让一让他 奶奶 他才七岁 就学会偷看女孩子洗澡了 这种行为简直是变态 以后长大了 还得了 奶奶听我说完 脸色一变 从躺椅上坐起来 我以为 他会把我弟弟喊来教训一顿 没想到他生气地对我道 你怎么能背后说你弟弟坏话 我看不是苏和的问题 是你这个做表姐的 心思太恶毒了 虽然知道奶奶会偏心 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 真的令我愤怒得无以复加 就在这时候 苏和回来了 他朝着我和奶奶的方向走过来 手里似乎拿了个什么东西 我看见他立刻说道 你不相信我 那我找苏和当面对质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质问 已经走到我面前的苏和忽然抬起手 将手里的东西狠狠地朝我砸来 出于本能 我偏头一躲 但是还是被砸到肩膀 顿时我肩膀疼痛难忍 我朝地上一看 是一块尖位的石头 不用说 这小子刚刚跑出去 就是找石头了 苏和朝我扔出的石头 足足有巴掌那么大 如果不是我躲得快 绝对会被砸中脑袋 那后果不堪设想 蛤 你这样是不对的 这石头差点砸到奶奶了 我奶奶终于说了一句苏和 但也是不痛不痒 没成想 奶奶话音刚落 苏和却挖了一声大哭了起来 仿佛他才是受了天大委屈的那人 哎哟 怎么了 乖孙儿不哭 奶奶不对 奶奶不该说你 奶奶一看苏和大哭 顿时慌了神 连忙起身抱着他安慰 姐姐是坏人 他刚刚拿东西砸我头 苏和一边哭 一边指着他额头上 那个浅红色的印子 向奶奶告状 那个印子应该是 刚刚被我的水瓢砸到的 现在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不细看根本看不出 什么 奶奶一听苏和的告状 声音立刻提高的八度 猝不及防就给了我一巴掌 苏眠 说你恶毒还真是说对了 你现在就敢打你弟弟 等你长大点 是不是要打我了 奶奶一边骂我 一边带着苏和往厨房走 我们苏家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今天你别吃晚饭了 苏和回头再次对我做了个鬼脸 眼里藏不住的得意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忍着肩膀刺入骨髓的痛 站在原地 一言不发 等他们走远了 我才抬头 眼睛通红的 瞪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苏和在奶奶的庇护下 越加无法无天 我爸爸把我的生活费 交给奶奶 但他大部分都用来 给苏和买零食 买玩具 开小灶 而我的书包和衣物 几年都不曾换过 破破烂烂的 导致同学以为我家非常的穷 我开始逃避社交 在班级拒绝跟同学说话 成绩也一落千丈 这引起我父亲的强烈不满 我奶奶在一旁顺势补刀道 苏眠就是个蠢脑袋 读书也是浪费钱 一个女孩 长大等了嫁人就是 我们苏家以后还得靠苏和 我不接话 心里不断地谋划着长大后 怎么报复他们两个恶人 是的 我已经不把他们当亲人了 他们都是恶人 苏眠 下次你再考倒数 我就不给你交学费了 我爸撂下话就匆匆走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而就在这时 我爸却带来一个更加重磅的炸弹 苏眠 这是秦阿姨 过几天 我和她领完证后 你要叫她妈妈 我爸领了一个女人回家 然后向我宣布以后 她就是我的母亲 这个性秦的女人 有着一头棕灰色的卷发 看着比我爸年轻五六岁 大夫黑矿眼镜 有点像我幼儿园时候的音乐老师 不过我对他可没有一点好感 此时我心里冰凉一片 我那个重男轻女的奶奶 和熊孩子堂弟 已经够我受得了 这时候再来一个后妈 上天真的要对我这么残忍吗 我又想起 那个已经跟我断绝联系的亲妈 给我的那句忠告 这世上后妈没有一个好人 啊 亲妈尚且如此 何况后妈呢 这个性秦的女人 看见我眼睛一亮 微笑着说道 苏绵你长得可真俊俏 就是有点瘦了 说着她递给我一箱牛奶 阿姨刚来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喝点牛奶补充点营养 我嘴巴一撇 没有接她递过来的牛奶 而是转身跑回了房间 不求对我好 只求别来作弄我 关门前 我听见我爸爸带着歉意的 跟那个女人说道 苏绵她奶奶说 她的性格有点古怪 不好相处 处习惯了就好 我看她挺对眼的 性秦的女人回答道 几天后 性秦的女人住进了我家 正是成了我的后妈 我奶奶似乎并不乐意 我听她经常嘀咕着 这女人看面相 就是个生不出儿子的母鸡 苏绵我爸找的都是些什么老婆 我奶奶不喜欢她 这样也好 让他们逗去吧 我也少点麻烦 可我错了 我不想找麻烦 可麻烦却找上我 这天我回房间后 发现桌底有一箱酸奶 箱子上面还留了个纸条 抱歉苏绵 之前给你带的那箱牛奶 我看你好像拿给你堂弟了 你是不喜欢喝牛奶吗 我给你买了箱酸奶 你喝点试试 你太瘦了 真的要补充点营养 秦阿姨 我看着这箱酸奶 咽了口唾沫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喝酸奶了 至于那箱牛奶 不用说 我奶奶看到了 肯定就直接拿给苏和了 不过我并没有打开酸奶箱子 多年跟奶奶和堂弟相处 让我下意识地拒绝 别人的一切馈赠 特别是这个馈赠 还是来自后妈这个 一听就不友好的人物 第二天 是秦阿姨做的晚饭 秦阿姨做了四菜一汤 而且有两个婚菜 这引来了奶奶的不满 做这么多菜 这么浪费干嘛 我不是说了 你单独给苏和炒一些肉就行了吗 我们其他人随便吃吃就行 她一边说 一边把菜里的肉都倒入苏和碗里 以前奶奶做饭 都是给苏和开小灶 而我只能吃一点蔬菜 肉食基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 所以我才会一直非常瘦 秦阿姨看着这一幕 也没有反驳 而是点头说知道了 我跟她全程无交流 不过在晚上我在房间的时候 房门被人轻轻推开了 秦阿姨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走了进来 我看你今天晚上都没吃多少 所以特意给你做了碗面 补充点一秒 我联想到当初苏和刚来我家的时候 就送的我那份惊喜 下意识防备的拒绝 我不吃 而且不要进我的房间 秦阿姨并没有生气 而是又从厨房拿了个碗过来 将碗里的面成了一小半出来 我的厨艺很棒的 不幸我陪你一起吃 说着 她自顾自的吃了一大口 满足的叹了口气 苏眠 你太瘦了 真的需要补充营养 这样 我先出去 待会回来收拾 秦阿姨将她那份面吃完 就走了出去 把私人空间留给我 看着面前的牛肉面 我早已冰冷的内心中 生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浪费可耻 我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 端起碗大口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 眼泪就不自觉的流了出来 之后的日子 秦阿姨基本每晚都要来我的房间找我 当然 基本都是她在说话 你吃完直接把碗放厨房 苏眠 我今天在街上看到这个蝴蝶结很好看 就顺手给你买了 你试试 苏眠 听说你快期末考试了 我给你买了几本练习册 苏眠 除了晚上 其余的时候 我基本不跟秦阿姨说话 当然 我也不会跟我奶奶和苏和说话 我现在见到她俩就远远躲开 而秦阿姨的性格似乎跟我相反 她从来不把喜恶写在脸上 就算奶奶时常不给她好脸色 她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她一直都是和和气气的 似乎在小心翼翼的维持这种表面的和谐 真不知道秦阿姨之前经历了什么 喜欢就是喜欢 讨厌就是讨厌 我就从来不会掩饰我对奶奶和苏和的厌恶 我也不能理解秦阿姨的处事风格 初二暑假的时候 大伯及苏和回了老家 我终于轻松了不少 奶奶本来想跟过去照顾苏和 但被大伯母拒绝了 无奈之下 奶奶只能继续待在我家 因为见不到她心爱的小孙子 奶奶脾气一天比一天大 动辄因为一些小事就来找我和秦阿姨的麻烦 而我和秦阿姨的关系似乎拉近了些许 平时见面也会说上几句话 奶奶对此十分不满 她不止一次斥责秦阿姨 苏眠就是个赔钱货 白眼狼 你跟她说这么多话干什么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给我们苏家再添一个孙子 瞧瞧你肚子 半天没个反应 也不知道苏勇娶你回来有什么用 我听了这话气得不行 想冲上去怒对我奶奶 可我又怕挨巴掌 而秦阿姨只是笑笑 并不反驳着实令我不解 有一次 我爸爸从赖地出差回来 我路过他们房间的时候 听见我爸爸在跟后妈讨论有关我的问题 我站在房门口悄悄竖起耳朵 听苏勉奶奶说 她成绩太差了 而且不是学习的料 她奶奶准备把她送到乡下去 随便养到18岁就找个人嫁了 这样你也有时间好好备孕 我心里一凉 还没有所反应 就听到秦阿姨激动的反驳道 我不允许 苏勉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孩子 也说我女儿 我不会允许你们把她弄到乡下去放养 如果硬要这样 我也会跟去乡下 并且等她长大之前 我都不会怀孕 我爸爸无奈之下打消了这个计划 我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言语 一天暖上 我忽然肚子剧痛 上厕所的时候 流了很多血 我吓坏了 一时间忘了处理干净 晚上睡觉的时候 奶奶直接闯进我的房间 把我从床上拎起来 对我破口大骂道 你这个丧门心 厕所里的血是不是你弄出来的 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们苏家有血光之灾 我脸色惨白 冷汗直流 因为小腹过于疼痛 而无力反驳奶奶的话 赶紧给我打扫干净 不弄干净 不准睡觉 奶奶见我不说话 拉着我朝门口用力一拽 我浑身无力 眼看就要摔在地上 一双温暖而有力的手扶住了我 是听到响声赶过来的后妈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奶奶吵架 为了我 她可是你亲孙女 你因为一点迷信思想 就这样对她 真不配做人奶奶 我不想跟你动手 但如果你还要伤害苏年的话 等会要是磕着摔着了 我可不管 后妈护在我身前 跟奶奶吵得面红耳赤 最后奶奶气气败坏的 跟我爸爸打电话去了 别怕 你只是月事来了 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的 很正常 后妈转过身 蹲在我面前看着我 眼神亮晶晶的 我不怕 我摇摇头 有你在 我一点也不怕 后妈牵着我到了房间 拿出卫生巾 手把手的教我使用 更换 之后她将厕所的血迹处理完后 还帮我洗了燃血的内裤和床单 亲妈也不过如此了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我暗自想着 初三开学后 我剪了个短发 在后妈耐心的引导下 我试着跟同学交流 渐渐的 我开始融入集体 有了自己的朋友 我的成绩也有了显着的提升 我的底子本来就不错 之前两年因为奶奶和苏和的原因 让我变得自暴自弃 而现在一旦我重新拾起书本 分数很快就追了上来 同学和老师对我的转变感到惊讶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后妈的功劳 月考结束后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苏眠 我准备推荐你上台演讲 这次家长会 你能让你妈妈参加一下吗 老师尝试着询问我 从我上初中开始 家长会 我家从来没有人参加过 我爸因为太忙 而我奶奶就更不可能参加了 有一段时间 班长同学都在传络是孤儿 这也是我之前不愿设交的原因之一 这次我的作文名称叫 迟来的天使 写的就是我和后妈的故事 不过称呼改成了我的妈妈 于是老师理所当然的认为 其实我是有妈妈的 我思索了片刻 点点头 好的 后妈听到她要去参加我的家长会 显得十分的开心 一整个上午 她都在房间里拉着 我换个种衣服 精心打扮 作为妈妈 我肯定不能让你同学的妈妈比下去 给咱绵绵丢脸 我苦笑 这种感觉十分奇妙 这就是正常的母女间的互动吗 到了家长会 我给同学介绍说 这是我后妈妈 他们都惊讶的夸赞 我后妈妈好年轻 会保养 之前工作实在太忙了 对苏眠疏于照顾 给老师添麻烦了 现在我辞了工作 以后每次都会来参加苏眠的家长会 我后妈对老师歉意的说道 开完家长会的那段时光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 我后妈似乎是想将我之前缺失的母爱 全部补回来 对我基本于取于求 当然 这引起了我奶奶的不满 但没关系 在我后妈的劝说下 我也懒得去跟一个老人家计较那么多了 我的中考发挥很出色 顺利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更加令我开心的是 我高二的时候 我后妈终于怀孕了 望着她日渐隆起的小妇 我和我后妈一样 非常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我本以为这种快乐的日子 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上天似乎见不得我好 接下来的是 将我们家重新拉入深渊 高二下学期 大伯的工作又忙了起来 于是堂弟苏和顺理成章的 被我奶奶接到了我家照顾 此时 苏和已经上了小学五年级 长得却比同龄人要高大许多 仅仅比我矮一个头 每晚放学 她都会用一种悠悠的眼神看我 让人不寒而栗 几年没见 苏和在我家开始还有所收敛 可在奶奶的骄纵下 仅仅过了两周 苏和就又暴露出了她的本性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发现我的房间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桌上的书本被撕得满地都是 不用想 肯定是苏和干的 我非常生气 怒气冲冲的到客厅质问苏和 谁允许你到我房间乱翻东西了 没想到苏和非但不怕 反而拿出一个笔记本在我面前养了养 你死定了 他得意的说道 看见笔记本 我大惊失色 立刻就要伸手去抢 那是我的日记本 记录了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没想到我藏得那么深 它都能翻出来 我绝对无法忍受别人偷窥我的隐私 可还没等我抢到笔记本 我奶奶却先一步从厨房出来 手中的擀面杖直接往我身上招呼 苏年你这个白眼狼 竟然敢偷偷诅咒奶奶和你弟弟 我要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擀面杖打在我身上 腾露我一阵眼冒惊心 不用说 他们肯定看了我的日记 我在初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 确实在日记里记录了长大后 我再也不想跟奶奶往来 以及要狠狠揍一顿苏和的愿望 可日记本是属于我自己的隐私 他们有什么权利翻看 而且还要以我日记的内容将我定罪 我出声反驳 却招来我奶奶更大的棍棒伺候 我躲闪不及又挨了一下 看我被打 苏和就站在一旁兴奋的叫好 苏年你确实是该被教育了 竟然还想着揍我 真是不知好歹 我这就把你日记撕了 教你重新做人 说吧 他就当着我的面 一页页地撕起我的日记本 不可以 我顶着被奶奶打的风险前去阻止 却被苏和一把推到地上 他现在的力气很大 我重重摔倒在地 没等我起身 我家大门开了 是我后妈跟我爸产检回来了 看见我摔倒在地 我后妈立刻前来扶我 而我奶奶却趁机对我爸告状 数落我的不是 一来二去的 我后妈也弄明白了前因后果 他站起身说道 这件事确实是苏和做错了 偷看别人日记是不好的行为 我觉得你应该向苏眠道歉 说吧 他又向我爸解释 日记属于别人的隐私 不能随意偷看 我爸被我后妈说服了 于是也要求苏和把日记本还我 而苏和一听这话 立刻大哭起来 你们都欺负我 你们都是坏人 我奶奶看见苏和哭 立刻指着我后妈骂道 你这女人怎么能这样搬弄是非 挑拨我们家关系 要不是看你怀孕了 我就要教训你了 我爸看着这场面 估计也烦了 大喝一声 够了 大家都退一步 给我个面子 日庆就此作罢 我拿回了我的日记本 奶奶领着抽气的苏和出去完了 临走前 不忘瞪了我后妈几眼 我有点担心 怕苏和对后妈使坏 然而后妈却笑着安慰我说 都是一家人 以后稍微让你点他们就行 咱们惹不起还是躲得起的 我虽然不太认同后妈的这番话 但也没反驳 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经过那件事后 苏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她毫不收敛 甚至变本加厉 我的一些私人物品 经常会莫名的失踪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记性不好意思了 直到有一次 我在苏和的手腕上 发现了我最心爱的一款手表 那是我后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 我立刻找苏和对质 是不是她偷了我的东西 然而还没等苏和说话 我奶奶就抢先维护起她的宝贝孙子 苏和拿点家里的东西 怎么算偷呢 苏眠你心眼太小了 还不赶快给苏和道歉 我听像吃了只苍蝇一样 说不出话来 毕竟如果因为这事跟奶奶吵架 我爸又会觉得我不懂事了 而且我也不想 事事都麻烦我后妈出面 我感觉最近奶奶对她的态度 便差了非常多 因为有邻居说 后妈的肚子是圆的 很可能是生女孩 在奶奶的默许下 苏和小偷小摸的行为 越来越大胆 直到有一次 苏和竟然偷了我的内衣 不过给我后妈发现了 她为了不落苏和的面子 就笑着说 苏和可能说错衣服了 然后从她手中拿回了我的内衣 苏和当时很生气 她占红了脸 表示我后妈多管闲事 以后会让我后妈好看 我有些担心 决定找个机会跟我爸说一下 堂弟都这么大了 我后妈也怀着孕 在我们家待着实在不方便 最好让奶奶到大伯家去照顾她 可这段时间 我爸实在太忙 根本没回过家 还没等我跟我爸说 灾难便降临了 这天月考成绩出来 我考了全班第一 我非常高兴 迫不及待的打电话 给我后妈分享这种喜悦 而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离了老远 便看见后妈挺着个大肚子 站在楼道口等我 苏眠快回家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菜 后妈朝我喊道 我想让我后妈先回家休息 毕竟肚子这么大了 出点什么事就不太好了 可我话没出口 就见我后妈身后闪过一个人 紧接着 她忽然从楼梯口上摔了下来 而那个人影在推完我后妈后 立刻转身跑掉了 但我还是看清了她的样子 是苏和 她把我后妈推下楼了 我当即感到一阵眩运 脑袋嗡嗡作响 身上一软 差点要瘫倒在地 但我还是忍着巨大的眩运感 连跑带爬地赶到了我后妈面前 只见我后妈正倒在楼道拐角处 身下缓缓流出一滩血迹 我立刻红了眼 就要上前背我后妈去医院 然后被周围听到动静 赶过来的邻居拦下来了 孕妇大出血 你不要去动她 否则会好麻烦 我焦急的快要喘不过气 只能蹲在我后妈旁边 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后妈感受到了我的存在 稍微睁开眼睛 给我投来一个安慰的眼神 示意我不要慌 都这时候了 她还想着安慰我 救护车终于来了 我跟着一同去了医院 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我后妈千万不能有事 如果她出事了 我也不活了 医生说 孕妇从楼梯上跌落 导致先兆性流产 命是保住了 但八个月的宝宝没了 那一晚上 我哭得稀里哗啦 眼泪一直往下掉 怎么也止不住 我给老师发了短信 请了个长假在医院陪护 也不管她答不答应 直接就没去上学了 这段时间 我爸来看望了一次 付了医药费 安慰了我后妈几句 就匆匆走了 没有了生命危险 她开始劝我赶紧去上课 苏眠 如果你在执意待在医院 妈就申请出院了 她对我少有的严厉 但是医生告诉我 我后妈因为第二次流产 以后再也无法受孕不说 还引发了别的并发症 导致下肢局部性瘫痪 需要在医院卧床休养半年 我没回应她 因为我打算先照顾我后妈至出院 复读一年在高考 期间我还会狠狠收拾苏和一顿 这时候病房门被推开 是我奶奶过来了 她这是第一次来看望我后妈 提了一袋水果 我奶奶放下水果 就直奔主题 她板着脸略带威胁地说道 秦云 这次事情你若要到处乱说 我就让你在这家待得下去 我就让苏勇跟你离婚 况且苏和还只是个孩子 就算你说出去了 他也没什么事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这句话说完 我后妈还没什么表示 我就忍不住疼了一下站起身来 大声质问道 你什么意思 苏和不打算负责 我奶奶没有回答我 而是对我骂道 大人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插嘴 给我滚出去 我并未挪动一步 而是紧紧盯着我奶奶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我后妈是被苏和推下楼梯的 她现在不打算负责任 奶奶听我又说到苏和 立刻气急败坏地 指着我骂得更凶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苏和坏话 她一个小孩子能负什么责任 你这个白眼狼 还在这乱认吗 我们苏家就不应该生你 骂了半天 她还不过瘾 伸出手就要伤我巴掌 不过这次我没有躲闪 而是直接拽住了她的手腕 我红着眼睛瞪着她 手不自觉用上力气 疼得我奶奶大叫道 你这白眼狼 小贱人 翅膀长硬了就要打奶奶了 哎呦 快来人啊 这不像你要打奶奶 她的话引得周围的病人纷纷侧目 我后妈见状费力 坐起身来劝 你给我记住了 只能是你自己摔下楼的 如果你提起苏和 我不光让你在这家待不下去 连同苏眠这个小贱人 也一起滚出去 奶奶恶狠狠地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看着我后妈 我后妈劝我稀释宁人的样子 又气又心疼 为什么就让她这样走了呀 我已经准备报警了 要把他们都抓起来 我愤怒道 苏眠 你太年轻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不公正 我后妈抓起我的手 看着我的眼睛 轻轻说道 她向我吐露了她的身世 和我一样 她也是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不同的是 她有一个亲弟弟 他们家从小便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她的弟弟 等工作后 不仅让她出钱给弟弟买房 甚至连把她嫁出去 都是为了给弟弟换一笔不菲的彩礼钱 就这样 她在最好的年纪 被家里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男人 那个男人和醉酒就会打老婆 甚至在她怀孕的时候 因为怀的是个女儿 一路之下把她打流产了 他们家并未为她做主 而是觉得反正是个女儿 没了就没了 重新怀个 说定就是个儿子了 后来我就离了婚 跟家里人断绝一切联系 孤身来到这个城市 我后妈亲生说道 我那女儿如果出生的话 现在也跟你这么大了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欢喜得不得了 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女儿 所以听妈妈的话 咱们不追究了好不好 我怕你再受到伤害 等你长大了 妈妈也带你逃离这城市 我看着我后妈妈 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站起身 我知道了 妈我会好好学习 你在这安心养病 等我好消息 说吧 我在我后妈欣慰的眼神中 离开了病房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对她撒谎 那被我多年压制在心底的恶念 再也控制不住的向上翻滚 我意识到 我奶奶和苏和 对伤害我和我后妈 没有任何愧疚 我跟我后妈的想法不一样 我也不再试图去劝说她什么 现在的我 只剩下一个念头 恶人 就应该有恶报 我要开始复仇了 我在制定好一系列计划后 如往常一样回了家 丝毫不在奶奶和我爸面前 提起是苏和 推我后妈下楼梯这件事 奶奶私下里 恶狠狠地警告了我几次 我再三答应 不说出去后 她也就放松了警惕 不再每天盯着我了 这天放学 我提了一大包的零食回家 苏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看见我提着东西 立刻问道 这是什么 没什么 我警惕地说道 并且故意把零食往后藏了藏 她二话不说 就跑到我面前 强行在我的袋子里翻着起来 哇 好多零食啊 这些全是我的了 苏和霸道地说道 你凭什么抢我零食 这是我买的 我气急败坏地指责她 却被她嘲笑道 那你有本事告诉奶奶去呀 看她帮谁 就算奶奶也不会允许你 天天吃零食的 你没听她说吗 小孩子吃多了 零食不好 你给奶奶看见你吃零食 同样会被她没收的 我不管 你就要给我 不然我打死你 她大声嚷嚷 有恃无恐 我无奈之下 只能把零食给她 生气地回了房间 并且一边走 一边小声嘀咕 下次要藏在一个 她发现不了的地方 过了两天 我又提着一大堆零食 鬼鬼祟祟地绕过苏和 将零食藏在储物间的 一个隐蔽的柜子里 晚上 我去柜子里查看 果真少了很多 不用说 就是苏和拿的 看到这里 我不弄返校 这些零食 就是我为她精心准备的礼物 别乱想 我当然不会往里面下毒 我只不过是在网上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家 卖过七零食的三五小店 里面的零食 都是容易导致身体发胖 坏牙齿的过期食品 而且物美价廉 几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 苏和在我的精心喂养 加上奶奶每天给她 吃过量营养食品的 双重加持下 成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发胖起来 我心底暗喜 但知道远远不够 又是一个周末 奶奶出去打牌 苏和在客厅一边看电视 一边快乐地吃着 偷偷拿出来的过期零食 我故意打开房间门 拿出一个 我在二手店逃回来的智能手机 打开游戏 将外放声音开到最大 这个手游 是我问了班上 很多喜欢玩游戏的男同学 精心挑选出来的 沉迷快 花费高 特别吸引男生 果不其然 苏和被我玩游戏的声音吸引 立刻跑了过来 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再玩什么 我看看 苏和拿在手里 倒过了半天 深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 但苦于不会操作 在这乱案 苏眠 你教我玩 他命令道 不可能 我断然拒绝 你不教我玩 我就把这手机摔了 苏和做事 要将我手机扔出窗外 我赶紧阻止 并且答应教他 不得不说 苏和这小子学语文 数学啥的困难得很 但学完游戏 却是上手非常快 没多久 他便沉迷进去了 抢过我的手机 自己玩了起来 我看着他玩了一会儿 出声提醒道 快把手机还给我 奶奶马上回来了 到时候 他把手机没收了 咱俩都没得玩 苏和一听我这话 只能不情不愿地 把手机还给我 我看着他 哭丧着脸的样子 好笑道 我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玩游戏 不被奶奶发现 苏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我告诉他 奶奶是大人 肯定不会让他沉迷游戏的 如果想一直玩 只有等到奶奶 看不见的时候玩 而平时白天 他要上课 放学回家奶奶又基本在家 那么能允许他玩游戏的时间 就只有半夜了 可我给我奶奶一个房间 给他看见的话 一样玩不了 苏和有点气愤地说道 那你就得跟奶奶说 让他给你单独住一个房间了 我劝道 我跟苏和说完 并且答应 如果他能自己睡一个房间的话 手机就可以长期借给他玩游戏 不过我有个条件 奶奶给你买的那些进口牛奶 你得给我喝 我现在处于高二到高三的冲刺阶段 必须有足够的营养才行 我存的一点零花钱 全给苏和买零食和手机了 可没多少钱给自己买营养品 没问题 反正我也不喜欢喝 苏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苏和如我们之前商议好的一样 开始的奶奶又哭又闹得要分房而睡 奶奶 我已经长大了 想自己一个人睡 苏和不依不饶 奶奶有点为难 我们家一共四个房间 我爸妈住主卧 奶奶带着苏和睡大次卧 而我睡小次卧 剩下一个最小的储物间 里面放满了杂物 而且没有窗户 奶奶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苏眠 你把你的房间让给苏和 苏和一听这话 立刻说道 我不要睡他房间 我要睡大房间 这也是我们之前商量好的 如果他要占据我房间 那我肯定不把手机给他完了 于是奶奶又说道 好吧 那我住苏眠的房间 苏眠你就搬到那个储物间去吧 我白了他一眼 撂下一句 你跟我爸说去 而后直接起身回了房间 把门一锁 任由我奶奶在门外破口大骂 我知道 他不会跟我爸说的 最近他因为蛮苏和推我后妈的事情 心里有鬼 很少跟我爸交流 之前苏和就像一只 拴在我奶奶身边的狗 每次都是苏和先来咬我 然后奶奶在以大人的身份 出面拉偏价 这次我先搞定了苏和 奶奶要独自面对 已经快要成年的我 倒是显得没有多大的底气了 无奈之下 奶奶只得自己收拾东西 住进了狭窄闭塞的储物间 我暗自窃笑 你这么喜欢你的孙子 可你的宝贝孙子为了游戏 可没为你考虑一丝一毫呀 苏和自己一个人睡后 几乎每天都在通宵玩游戏 我半夜好几次上厕所 都看见他房间门缝下面亮着灯 而奶奶老眼昏花 根本发现不了苏和最近的异常 毕竟在他眼里 苏和就是最优秀的小孩 三个月过去 苏和的黑眼圈越来越浓 身材也胖了一大圈 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 就跟一座小山似的 和啊 今天奶奶去开家长会了 老师说你每天上课睡觉 成绩倒数第一名 而且不跟同学来往 是怎么一回事啊 奶奶一边给苏和包虾 一边心疼的问道 关你屁事 苏和问声问气的答道 我知道 他是想赶紧吃完饭 好回房间玩游戏 他现在沉溺游戏不可自拔 对奶奶也越来越没有耐心 奶奶被骂并没有对苏和生气 而是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 苏眠 你弟弟学习不好 你就不能教一下他嘛 你考全班第一有什么用 弟弟都不教 良心被狗吃了 我拿起碗 静止回了房间 留下奶奶在门外大骂 白眼狼 小贱人 你迟早要把我气死 气死拉倒 又是一个周末 我正在房间里刷题 还有不到一年就要高考了 我要对自己负责 而我出色的成绩 也是我能送给我后妈最好的礼物 就在这时 我的房间被人咚咚咚咋响 我正没开门 发现是苏和 他一见我 立刻朝我伸出手 苏眠 给我五百块 今天有个新活动 充值五百送五百 我的压岁钱已经花光了 你快点给我 我一愣 给你这小子买过气零时 就快把我家底掏空了 现在到哪去找五百块 没钱 我干脆倒 你骗人 他一把推开我 到我房间胡乱翻找起来 我大惊失色 立刻阻止他乱来 却被他一把推到地上 撞得生疼 我看着苏和那奋力找钱的样子 就像犯了毒瘾一般 苏和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钱 于是跑到我面前 红着眼睛问我 你钱呢 钱放哪了 我摊摊手 你也不想想 奶奶每天连口肉都不给我吃 怎么可能给我零花钱 苏和看我穿得比较寒陈 房间里也都是旧东西 大概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于是急迫地问我 那你说我该到哪里弄钱 奶奶不给你零花钱吗 我反问道 那么点钱怎么够用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耸耸肩随口说道 不过我爸给了奶奶笔养老钱 奶奶说要留给你娶媳妇 之前本来我爸 是打算把这笔钱 拿给我读大学的 可在奶奶哭天喊地的要求下 他无奈把这笔钱给了奶奶 并且告诉我 如果考上大学 他也只能给我支付学费 其余生活费就得靠我自己挣了 而我也不止一次 听奶奶在吃饭的时候 跟苏和说 他给苏和留了一笔娶媳妇的钱 如果到时候不够的话 还得让我打工给他挣 不过苏和当时沉迷于游戏 根本没有听进去 啊 反正这钱早晚要给苏和 不如现在给他吧 果然 苏和一听我这话 立刻眼睛一亮 转身就去我奶奶房间 翻箱倒柜起来 不一会儿 我就听到苏和发出开心的笑声 记得收拾房间 别弄乱了 否则给奶奶发现了 你这钱也得没收 我提醒到 好累 苏和满口答应 几乎把我当成了大救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后妈也眼瞅着就要出院了 而这时候 苏和几乎彻底堕落 她已经不再躲着奶奶玩游戏 而是想玩就玩 放学就玩 吃饭也玩 睡觉也玩 奶奶管不住苏和 值得把矛头对准我 你个小贱人 手机是不是你买给苏和的 我给你的期限 如果你一个月内 再不让苏和戒掉游戏 那你就跟你那生不了孩子的后妈 一起滚出我们苏家 奶奶立声骂道 我看了我奶奶一眼 心底暗自冷笑 我跟我后妈可不一样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对我后妈做了什么 哪怕是一共打了我几巴掌 我都在心里记着数呢 奶奶有一句话说的没错 想说我是无力反抗 可对不起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我翅膀是真的硬了 苏和 你随便玩 姐姐也管不住你 我撂下一句话 在奶奶气急败坏的骂声中 慢悠悠的回了房间 我知道 我的计划 是时候该收网了 半夜 我爸回家 打开灯 发现我竟然在他房间里坐着 这么晚不睡觉 你坐这里干嘛 我爸吓了一跳 我面露苦涩 像是最终下了决心 爸 我有事要跟你说 有什么事明天说 后天你前阿姨就出院了 到时候还得去接他 麻烦 我爸有点不耐烦 他最近事情很多 不想管我这些小事 然而我没出去 而是继续说道 爸 你床头柜第三格抽屉里 是不是有个浪琴的表 没错 干嘛 我爸警惕起来了 我知道 这个表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收入才买的 所以宝贝的狠 平时都不带出去 只有重要场合才带一下 我昨天看到 苏和把这块表拿出去了 我拿出一个平板 这还是我去年过生日时 我后妈送我的礼物 我打开平板 上面清晰记录着 苏和从我爸房间拿表 再到出门的视频全过程 他拿我表干什么 我爸脸色顿时有点不好看了 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拿出去卖了 最近他玩游戏很上瘾 到处在家里找值钱的东西 我如实相告 那你怎么不阻止他 我爸怒道 他是我奶奶的宝贝孙子 我不敢阻止啊 奶奶会打我 我顿时眼泪汪汪 把奶奶从小到大如何躺护苏和 我爸给他留的养老钱 全拿给苏和玩游戏 全部说给我爸听 末了 我又从平板上翻出一段录音 上面记录了 奶奶私下警告威胁 我不让我说出 苏和是推我后妈下楼的凶手的全对话 我爸越听 脸色越难看 直到最后 他终于忍不住 腾的一声站起来 拿起电话就打给我大伯 苏强 你现在赶紧来我家 把你儿子接回去 晚来一天 别怪我赶他出门 我们兄弟都没得做 我爸挂了电话 就去拍苏和的门 巨大的动静 吵醒了我奶奶 奶奶苦劝我爸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这么晚了 别影响和睡觉 而我爸不为所动 他依旧用力拍打房门 见苏和不开门 直接一脚将门踹开 我朝房间望去 只见苏和正靠在床上 聚精会神的打着游戏 对外面的事情不为所动 奶奶见状 怕我爸爸对苏和发火 赶紧先一步 走到苏和身边 哎呦 盒儿啊 这么晚还玩游戏呢 眼睛会坏掉的 你快睡觉 明天还要上学的 奶奶心疼的 拿过苏和手中的手机 手机被拿走的苏和一愣 紧接着大叫一声 暴怒起来 连在外面看热闹的 我都吓了一跳 我在组团刷Boss 你怎么敢拿我手机找死 我苏和怒目原瞪 一把夺过我奶奶手中的手机 顺势将他往地上一推 奶奶摔在地上 磕到脑袋 满头是血 我爸再也忍不住 随手找了根晾衣杆 就往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房内 就传来苏和鬼哭狼嚎的声音 苏和被我大伯带了回去 后来听说 因为上学的时候犯了网瘾 抢学弟的钱 被学校开除 大伯便把苏和 送去了强制界网瘾中心 据说还要接受电疗 而大伯母认为 这一切都是我奶奶造成的 于是禁止奶奶 再去看他的宝贝孙子 否则就跟我大伯离婚 而奶奶被苏和推倒后 进了医院 由于我爸给他的养养钱 全被苏和拿去玩游戏了 大伯一家也不管奶奶 他在医院无人照料 没住几天 便带着伤匆匆办了出院 奶奶出院后 我爸在我的影响下 觉得奶奶偏心大伯家严重 怕我奶奶真把我们房子卖了 给苏和娶媳妇 也不想让他再住我们家 于是把奶奶送去乡下居住 这次任他哭闹 也无济于事了 亲自下厨 在家倒过出了一桌子丰盛的午餐 我给自己倒了三杯酒 妈 这杯敬我那位出生的姐姐 这杯敬我那位出生的妹妹 我端起两杯酒一饮而尽 然后拿着第三杯 跟我后妈手中的饮料碰了个杯 这杯敬咱俩 妈妈 余生 请多指教